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 这是5月8号 文贵向大家报平安的视频 昨天是周末5月7号 没有向大家录制长时间的视频 你们得到了休息 但是文贵却没有得到休息 而且发生了很多事情 在这里我不能一一而说了 因为太多事情了 我真的很希望有人把我的这些时间 发生的点点滴滴 能未来呈现给所有的推友们 因为每件事情它都具有很深刻的意义 我过去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 是超出大家想象的 但是从来没有像最近这几个月以来 发生的这些事情和很多人很多事情 包括可能是和未来的我们国家将发生的重大事件 有关系 比如说这几天来我的推特上出现的各种信息 各种关注 美国的相关部门在调查当中 得到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信息 这是超出人们想象的 真的是超出人想象的 这个我的推特的关注量 仅仅一天 一天是1.4亿 人们去看 那么1.4亿传到中国以后 那将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呢 这每天都会 从各个政府部门会发给我们 那么这个1.4亿的关注量 从过去的1.2亿到1.4亿多2千万 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而且仅仅北美这一块每天就500万 从过去的300万到500万的关注 这个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所有的政府有关部门呢 这个在了解这些事情以后 他们都表示了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推特一直在被这个駭客当中 而且昨天晚上 这个也就5月7号的晚上 照样又是大幅的回落 那么这个到底什么是什么原因呢 很明确的说 这是只有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 而且他们采用了各种 现在这个駭客中最高端的技术 那么这些技术呢 来自于中国内地 还有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 跟他们合作的安保公司 还有他们控制的安保公司 那么昨天呢 有人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其中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就是这个互联网 互联网的联盟 互联网的联盟 我看大家看不见可能 从这可以看一看 这个互联网的联盟啊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 可能看得清楚一点 那么这个互联网的联盟组织 互联网安全志愿者联盟 这个是由阿里巴巴出钱的 叫五毛的组织 叫名字叫互联网安全联盟 联盟志愿者联盟啊 集结了大部分高校和大学生的淘宝的买家 这个联盟得到的指示是来自于公安部 来自于公安部 那么这三周来我说我不爆料 但是呢 这个所有他们的攻击并没有停止 对我的hack的攻击 对我的这个整个的e-mail的攻击 和对我这个大楼的这个IP地址的攻击 包括我们在香港的基金的网站的攻击 包括我们日本网站的攻击 昨天这里的晚上的时候 我们在日本的一个工作团队 非常隐秘的工作团队 由这个英国人和日本人组合的团队 他们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非常安全的地方一直在工作着 但是呢 昨天他们就发现楼下 有日本人还有咱们中国人出现了他们楼下 而且他们在这个整个监控设备当中呢 发现了不但出现楼下 还有人往他们车上安装东西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他们这种做法也非常的低级 他就没有想过这些人的车 这些人的任何的地方能没有监控吗 那一定会有的 那么他们的这个电脑上多次被駭客袭击 日本的政府也开始了介入调查 看来这件事情啊越来越大 说到这的时候呢 我必须要说 大家过去呢一直在问文贵 这个爆料的高调爆料到底是为什么 从低调到高调到炫富 到这个打开所有的隐私 把我整个生活百分之一百的抛露给所有的社会 其中呢有各种原因和各种这个目的的考虑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我要和大家分享 文贵过去被妖魔化被乌颜化 乌壁化 还有一个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文贵 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普通话不会说 而且死人极为龌龙 流氓 农民 草根 所有的这些词都跟文贵连在了一起 当然了我要通过我的形象和各方面的展示 让这个社会了解我文贵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是其中一目的 更重要的一目的 我希望我的爆料 我用证据的爆料的各方面 能得到社会上的认证和验证 因为今天我一个人说是很难的 我希望所有的社会上各个方面 真的能通过文贵的提供的证据 能让大家知道更多的真相 因为毕竟任何事情不是一方都是多方 很多方在一起的 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 我希望呢我的爆料还有证据 能得到更多人的观看的同时 能得到认证 我期望于最后是由司法机关 法院还有当事人来多方的认证这个事实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没有这个傻到说 我一说出来就能得到认证或者是认可 而我更重要的事情 我需要的是在这个前期 在私下里面通过我的爆料 让大家能得到更多的信息 和你的信息和你们呢所有掌握的事情进行这个核对 这是寻找事实实实现目标的一个步骤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最近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是通过我的爆料 公开了我联络的信息 还有我提出的各种的证据 而且我关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件 而是过去这几年这些敏感和重大的事件 这样会引起更多的人对我提出的主张 依法治国 反对以贪反贪 以黑反贪 以警反贪 以警治国的这几个我的要求呢 会和很多人连在一起 这些人当然就会关注这个事件 同时也会给我提供相关的很多的信息 这些信息对我们真正的推动这些目标 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是文贵一个人能做到的 那么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文贵不仅仅是要 我所谓第一次在明镜火拍当中讲的 保命保财还有报仇 当然了我最终的目的是推动以法治国 推动中国这几个 我反对的这个现在的这几个事情 那么通过大家能够我能了解我 能和我联系的渠道 才能让我和所有的十几亿人民 形成一个联络的平台 和提供证据的平台 这才能让我真正的不是为我一己之私 和仅仅我个人的事情 才能真正推动我想追求的几个 为国家为社会好的几个目标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说 确确实实这个我们达到了 最近这个三五天来 我收到的信息和提供的证据 这是超出了任何人想象的 我和我的律师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从过去他们紧紧的讨论法律问题 到后来他们的兴奋 到现在他对我这个整个的目的呢 还得到的这种信息呢 大家非常地惊叹 大家赞扬 当然了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 比如说我们从开始曝光以来 就在这个推特上大家看到了 有各种这样那样目的 或各这种那样的身份的人 采取了各种的阻挠和分化的这种行为 特别是原来只要我一说话 就因为是草根 没文化就被骂得一塌糊涂 然后呢下一阶段 只要我一说话 就是跟法轮功民运就是相左 然后呢从挑拨我和民运的关系 法轮功的关系 然后那个用我的草根 穷人农民的身份 带有严重学统论的诋毁 到现在只要我一张嘴 就是跟某些人做对不支持 然后把我和某些敏感的人 或者有身份的人 或者有成就的人 想办法挑拨利坚 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没有任何忌讳 任何在网上批评我的 我也转发 任何敏感的事情我也转发 因为我不想把文贵跟任何组织 任何立场连在一起 我没有这么多立场 我的立场非常之简单 就是我一直追求的 推动中国依法治国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一个社会的老百姓的要求 连法律都没了 连依法治国都没有了 怎么能谈自由和民主呢 我一直告诉我的朋友 我们前 我们现在已经被快饿死了 在沙漠里面 就像一个社会当中的 现在中国的社会 就像在沙漠里一样 我们连水没有 吃的没有 现在我们要谈 我们要鲍鱼 我们要海参 我们要鱼子酱 我们要牛肉 我们要面包 我们要果汁 现实吗 不现实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 人生存的那些东西都要有 可是最基本性的 要有水喝 这个水的基本底线 先维持住生命 那就是以法治国嘛 以法治国的 接下来我们说 不要以井治国嘛 然后不要以贪反贪嘛 然后就不要以黑反贪嘛 最起码让这个九千万个党员 大家有信心有安全感 不要让社会乱下去 不要出现了 不可逆转的重大社会事件 那所有人都是被害者 全世界上 我不相信任何人 希望中国有那天的发生嘛 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这样提出 接下来 我们当然需要有匹配的 民主 自由 这些东西肯定要有的 但是是要适合中国国情的 现在谈这个有点过早 你比如说 头两天 这个5月6号的视频当中 我说了几句话 我说这个我们要务实 我在乎的是执行力 执行力很重要的 任何一个企业家 如果他没有超出常人的执行力 他基本上不可能成功 一个人的执行能力 和一个人的成就 他是有绝对的关系 不是相对的关系 那么我看一个员工 看一个人的时候 我总是问他一句话 你说那么多 你能做多少 我所有给我建议的人 我永远的鉴定标准 你给我这个建议的时候 你能做到吗 我交朋友当中和我请顾问的时候 我总问他们 你给我的建议你能做到吗 如果你不能做到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听 如果你想的事情你根本做不到 你想让我去做 我也不会去听 如果你自己连万分之一 一分之一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让别人去做 那你是害人呢 所以文贵的这个标准很清楚 我不听 我也不会花费任何时间 在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这个理想当中让我去做去 那是不现实的 我一直就认为 任何一个理想或者是你的所谓的你的信仰 如果你自己连零或者一都做不到的话 那跟欺骗没有什么两样 不值得信也不值得去听 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组织 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你想做什么事情 首先问问你自己能不能做到 你自己又能做什么 否则就不要去颂恿别人 那么很多人私下里边跟我联系 让我加入这个 让我加入那个 甚至让我高举什么政治大旗 我说过我半点政治的兴趣不敢 不感兴趣 我也对民 任何民我也不感兴趣 对任何这个赚钱就更不用说了 我这一辈子不需要再赚钱了 那么我在乎的事情 就是从点点滴滴一步一步做起 那么头两天我在5月6号的视频 我就讲了几句话 就有人说我是说给夏叶良教授的 这简直是太多人呐 这个居心叵测呀 我怎么说两句话就代表攻击夏叶良教授呢 我是说的头两天 有个电视台做节目当中 采访的大陆所谓的媒体人还有文人 完全的根本的不了解123 上来以后就对郭文贵的爆料 怀疑怀疑 再怀疑 当然了那天夏叶良教授说的也不好 什么郭文贵是有瑕疵的 郭文贵这个说话呢 这个不靠谱 郭文贵我们不能全信 夏教授这个本人绝不接受 你没有任何根据 你没有任何理由 你为了所谓的语言平衡 你就讲这样的话 那是极不负责任的 包括说我说的有没有证据的问题 这简直说我爆料还没有证据的人 就丧尽了天良 我郭文贵要爆料还没有证据的话 爆过的料还不算证据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爆料是证据了 但凡有一点常识 有一点良知的人都知道 如果我爆料没有证据 不是事实 没有一个人来挑战我吗 怎么会没有人挑战我呢 为什么没挑战我 那就是事实 那就是证据 从博训到财新 从吴曾到一系列的傅政华 我提供的说的话全都是有证据的 这些是完全是罔顾事实 而且在节目当中还在说郭文贵的话可不可信 这样的人是很不负责任的 包括昨天我看到了赵岩先生和郭宝胜先生 这两位老兄都是一直支持文贵的 在任何地方都是支持我的 我很感激 但是昨天的节目赵岩先生就非常客观真实 可郭宝胜先生说了大概三十几次 郭文贵是有瑕疵的 我是很难接受这句话的 我很想问问郭宝胜先生 你能不能举证出来我有什么瑕疵呢 我是哪有瑕疵 你们不要在节目当中说没有根据的话 这会影响你们的形象 那么接下来你看到这个推特当中啊 很多五毛这个是我们完全不可以理喻的 但有些我很在乎的人 就说话很不客观 除了挑拨离间 而且犯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 所有人都认为的毛病 就是我们爱说人家坏话 说这个人好要一定说那个人坏 我们说别人好的时候不要再说那个人坏 以别人说坏来衬托你的好 而且中国人现在太爱讲别人坏话 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推特的网友 叫春暖花开 这位春暖花开 今天早上我转推了你的推文 说郭的某些行为的确有些反常 既不排除常年养成的匪妻的侧漏 也不排除是毛主暗语 崇拜者各有其目的不一而论 最稳健当属明镜和平 不把身家搭进去 也不放弃专业角度接触 而进而带出道义上的设身处地 看到万亿资产拥有者生来的橄榄枝 和其拙劣者和平也烈火炼真也 诱惑显信仰 你说说这位春暖花开先生 你了解和平吗 你了解和平先生吗 你根本不了解 你了解郭文贵吗 你也不了解 你干嘛这么批评文贵呢 你这个挑拨我和和平先生呢 所以说这些人呢 我们推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些人是真正的危险 因为他获得了我们的信任 所以他能影响我们 他获得了我们的尊重 所以他影响了我们 你像这个五毛 我们当然不在乎他了 他都是完全是拿钱的嘛 胡说八道的嘛 胡说八道的嘛 而且完全是背离事实的 就这些人是很大的影响 反过来我再说 有网友给我发的很多信息当中 提到了各个方面 最近几天来 推友们给我发的信息太有价值了 其中一个北京市刑警队的一个干警 我不知道您是谁 我也没办法来核实 但是您发来的信息让我极为震惊 极为震惊 特别是昨天下午这里纽约时间 我收到的您两张 这个关于在审讯当中 领导给你们用笔写的 所谓询问提纲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这个询问提纲 整个就把很多我现在不知道的很多大事情 都连在了一起 另外我也很震惊的事情 就是有领导询问大臣派出所人 其中的一段录音 因为这段录音呢给了我很多 把我很多迷惑给解开了 因为当时给富老三前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数 我今天才知道 在亮马河桥 有一次是送的是港币 另外一次是在一个其他酒店 送了20万美元 另外一个地方是130万人民币 我真不知道送了什么币 多少数 因为这人都被关着呢 但是您这个询问 您这个这个这个询问的这个语音 这个人让我很惊讶 因为所有的这个涉案人都没被训话 那就说傅振华先生 现在绝对被保护着 没有人去问话 没有人了解真相 您给我发的信息让我太震撼了 另外一个您给我发了 关于这个训问车峰先生的 这个一段的这个训问提纲 太重要了 因为我完全到现在不知道 车峰先生是什么状况 我当然我知道他是为什么进去的 什么原因进去的 那一段我是清楚的 但进去之后的事情 我真不了解 我看了那一段事情 我毛骨颂然呢 真是也是要把车峰先生给灭了呢 他也是得罪人了 这个很多事情 在您这个秘名的 给我的这些点点滴滴的线索当中 证明了我这个高调爆料 高调的建立一个全世界人民 都可以给我联系的这么个信息平台 而且让我知道了那么多的真相 这更加坚定了文贵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干下去 因为他能给太多人真相了 就是您给我的留言当中说 所有现在人都想让全中国人民 听一个声音 不允许你郭文贵的声音传进来 这就是他们不惜代价要灭口 不惜代价要掌握这所有的 这是网络控制 为什么他们会亲自一个公安部的 傅政华常务部长 亲自指挥所谓的互联盟 什么什么联盟 网友联盟 来攻击郭文贵 采取一系列的办法 因为这个你这一段留言 您绝对是个insider 内部人哪 这个太重要了 但我需要您注意安全 您不要钱 您对我没什么要求 您是个正义者 您的留言让我很感动 因为你说你看到了这些 无法容忍的 这个利用国家司法机关 这个以黑反腐的 以警反腐的 以贪反贪的这事实和真相 你喝出了全家的生命 特别你说你刚刚你有了个 不到一年的孩子 你还要保护家人 否则的话你就会想尽办法 这个要和我站在一起来 这让我很感动 我不希望我的事情牵连任何人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和任何组织 和任何人挂在一起 像夏业良教授当时呼吁跟我站在一起 我跟夏业良教授站在一起 夏业良教授就会承受所有我敌人对他的攻击 他一定也会后悔的 包括现在何平先生 明镜就因为让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节目 接受他们的采访 一直在被攻击中啊 而且何平先生面临的压力 面临的这种恐怖的感觉 是没有任何人能理解的 我是知道的 在这点上我觉得 我真的是愿意为何平先生 愿意为明镜 陈小平先生 做任何事情我都愿意 因为他们的承担 他们的坚持新闻的原则 还有他们的水平 都成就了文贵的想追求的这种伟大的事业 我这也是什么 这也是我重要的原因 不愿意和任何其他人连在一起 大家可能不知道要和我联系的媒体 让我投资的媒体 要给我合作的媒体 那真的是是无法想象的 从过去几天到六百多家 现在已经是七百多家了 而且我这六部手机 我已经让律师全部做了 这个手机的E盟Z就是原代码 还有整个通信的法律的实时鉴定 就未来我这六部手机 我都会未来给司法机关作为一些 我在这些爆料的实时的实际证据 物理证据 同时我希望未来 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 能知道更多的真相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位朋友 您给我的这些信息 您给我的这些证据 真的是让文贵太感动了 包括日本的这个团队 他们昨天遇到了事情 他们花了大概十几个月 跟踪的目标和对这个移民局 还有边防所有的跟踪和录像 这都经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有关司法部门的鉴定 这些东西我未来都将发给我现在和律师已经指定的 一二十个目标 大家要清楚 我把所有我的拥有的资料和证据 还有我掌握的信息 我大概储藏了二十一个地方 从过去的九个地方 现在变成了二十一个地方 不论发生任何事情 这些资料都会公布一室的 现在呢根据这两天的事情的变化 我们有一个新的决定 我们未来会从这个推友当中选出来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同时也会收到我的所有的 从开始爆料到现在的资料 作为历史资料 如果我发生意外 你们会收到未来 会收到全部的我未报的资料 包括了刚才这位网友 我说到的给我提供信息 包括昨天大连公安上给我提供的相关信息 包括检察院的一位女士 给我发来她月券以后的感想和部分手机拍照的证据 我都非常感激 如果你们方便的话 希望你们能告诉我一个海外的联络方式 还有海外的联络人 我一定要给一定的经济补偿 我不给经济补偿 我是心里说不过去的 我是无法向我自己交代的 所以说说到这里 我想让大家知道 文贵当初的高调爆料 包括又炫鞋 又炫花钱 我是让大家要知道 文贵经济不成问题 可以付给你们钱 我也让道国贼文知道 文贵你想断我的前路 你做不到 你想断掉我的朋友 今天我拥有了亿万的朋友 你做不到 你想断掉我的合伙人和投资局 你做不到 你想让我的精神垮掉 做不到 你想让我的肉体 变成有病 垮掉 你做不到 你想让我害怕 那你更做不到 所以说 这些我所有的 你们看到有些是庸俗的 或者各方面的 你们看到小孩子的表现 这很多过去都是我无法接受的 但是今天我去做了 为什么我所有的行为 都要服务于我追求的目标 这都是有想法的 包括推友网友 最近还是 关心我不要暴露你的目标啊 暴露你的阻止啊 包括那个画买了 会不会被安装什么监听器啊 这个小狗狗会被监听器啊 这样的信息真的有大概一两万 请大家真的别浪费时间 你们关注这事儿 你们的关心和担心 我真的是很感激 但是你别浪费你们的时间和我的时间 因为这个事情 文贵的团队和我一定会做好 再一个 如果连这都做不好 文贵怎么配去追求那几个 伟大的理想和目标呢 那是不现实的 那么再一个我想说的事情 从过去爆料到现在 我一个个的证据 有很多推友和网友都在跟踪 未来咱们会在一定的时间 文贵的爆料当中 到底多少是真实的 到底多少是有证据的 我们会专门开一个会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今天要说一件事情 就关于博讯 我一开始从博讯开始 大家都很清楚 博讯从开始报道李友案 李友和我的事情开始 就郭文贵 行会马剑 郭文贵有盘古会 郭文贵和令计划 郭文贵和钟永康 郭文贵和李源潮 郭文贵和马剑副部长 郭文贵和张岳书记 然后郭文贵和曲龙 然后郭文贵和谢建生 然后郭文贵和郑介普 然后郭文贵在意大利被抓回 然后郭文贵 王岐山书记方美要把郭文贵带回 习总书记方美要带回郭文贵 郭文贵和令完成 然后郭文贵打电话 又是独家消息 法拉盛律师要求政治避难 郭文贵给中纪委写信 行会马剑副部长5000万美元 郭文贵打电话又是独家消息 找人泄露了自己的信息 特别是郭文贵说王 王岐山书记的情人是胡舒立 而且说他是有了师生子 还有特别重要的是 这个胡舒立的权力的猎手 经过了他们的改编 然后是郭文贵欠负债多少多少 然后郭文贵特别是阿布达比30亿美元 然后郭文贵海外资金 全部是来自于马剑的海外的间谍资金 然后郭文贵被刘云山派人带走 然后郭文贵的音频涉及到了北京县人 然后郭文贵被黑社会绑架 郭文贵要被阿布达比阿萨德派人来追杀 我在这真的说不完 太多太多了 大家今天往回看 博训说的我这些有一样是真的吗 有一件事是真的吗 长达三四年的时间 博训网站就这么攻击了我 我刚才说的事情只是百分之一啊 百分之一 你说现在我们恨国内的这些被控制的这个网络 那我们海外自由世界 这样像希诺和博训这种丑恶的嘴脸之人 他们到现在天天一个瞎话 天天一个瞎话 他能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边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哪来的这些信息 他为什么呢 像马建福部长的这个邮街视频 我的强奸女员工视频 还有网友街都是由博训发出来的 还有什么28年前的审判书也是博训发出来的 而且每天什么封人院郭文贵的真相 这里的瞎话我都重复不完了 就这样我还是一次次的告诉韦石和希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你们应该面对现实 我还是跟他示好 但是他一直以来还是如此的疯狂 完全于事实不顾啊 疯狂的攻击 这到了人类上真的是无法忍受的底线啊 忍受的底线 就这样 我们所有采访的媒体 被采访今天海外 这些电视台 有人提博训啥字吗 有人敢说这个事实吗 没有人呢 你可见博训在海外的黑势力和北京的官方的勾结的真相 有多么的可怕呀 我们不都是自由吗 谁都敢抱吗 那为啥在这种自由的世界里面 讲法律的世界里面没人敢抱博训呢 我郭文贵和博训的事情是海外自由媒体的所有人一面镜子 你们难道不知道真相吗 你们为啥不去想博训求证据呢 为啥只给文贵求证据呢 希诺和博训有文化吗 他读的书多不多 他怎么干出这么卑劣的事情呢 读书多就等于有文化吗 有文化就等于有道德吗 有读书多有文化有道德就等于有能力吗 读书多有文化有能力就是为社会吗 就是有理想吗 就是可以利他吗 真的这几项都有了 他真的就是一个能给社会带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吗 就是能管理中国吗 假如这些都没有的话 你能影响中国吗 你有什么资格去批判中国现在的政府 他毕竟在养活着14亿人民呢 他一年十几万GDP啊 十几万亿美元呢 就靠韦时博训和现在很多人所谓要推翻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这些人 就这点真相 这点胆略 这点自私 这点勇气 这个水平都没有 还能拯救国家吗 还能把14亿人民交给你们管吗 这公平吗 这符合事实吗 然后我只要不谈推翻共产党 只要不打起给共产党作对国家作对 我就不可信赖 大家想一想文贵这些年做些事情和曾经做过的事业 我留给中国社会上的财富和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税收 和我对世界上的对中国人带来的积极的形象 包括我现在每天还在养着这些员工 包括我现在爆料所面对的事情 过去谁做过 有多少人做过 谁敢向我文贵像拍了胸部说 不靠行贿来走到今天的 不靠和政府这个所谓的官商勾结到今天的 没有甘心当小三 而且在那个粪坑里边 我游出了我自己的风采 更重要的事情 请大家不要忘了 郭文贵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没有失去我的原则 我没有拿我的良心和人性 来去换我任何的利益和名义 我已经一次次在说这些事实了 如果大家怀疑或者说你不认可 请拿出证据 包括那些录制的几个视频 但凡拿出一样的证据 文贵也就认了 有一样有证据的吗 但没有人去否认这些录制的这种低级下三滥的视频 没有人攻击他们 也没有人在节目中说博训这些事实 特别是财新啊 我未来再说财新 财新这两天还财经 开始这个为海航说话了 海航的七八七对外出租五十万人民币一小时 这证明了我说海航七八七 一小时大概六万到八万美元的成本 这种掩耳盗铃啊 掩耳盗铃啊 你以为说你是出租的 如果海航能拿出来一单证据 说你租给了某些正常的商人没有背后交易 他租了你飞机了 郭文贵赔你一万倍 我本来说了话 如果海航、陈芬和王健先生 敢在律师面前给我签字 在纽约任何律师部署 你家楼就在我几千米之外 任何地方我可以跟你去签去 如果有一个没跟你任何交易正常的 完全正常的商业租赁七八七飞机的 郭文贵赔你一万倍 这种掩耳盗铃 这种十几亿人民当猪狗一样的傻 这种这种愚蠢的思维 这种这种拥有了财富和权力的傲慢 简直是对人类的智商的一种侮辱 有钱不等于你有智慧 有权力也不等于有智慧 更不等于你就可以玩弄十四亿人民 我们这些草根能到今天那也不会你想想那么笨吧 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啊 这个捂住全世界嘴捂住全世界眼睛 你就以为你什么都可以干了 这不是愚蠢至极吗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看清楚财新这种杂志 还有财经这种杂志的本质 它是服务巨大的利益集团的 不是为草根服务的 您们好好看一看 你们就明白了 就像博讯过去害了多少人呢 我本来啊 我不想提供证据 昨天和赵岩先生啊来有WhatsApp 我一直对赵岩先生 对我的各个方面的信任和支持 表示非常非常的感激 但是我一直给他说 从我爆料第一天起 赵岩先生大概有上百次想约和我见面 我都说我不要给他见 原因很简单 在韦石和博讯和希诺的事情上 他不公平 他知道了事实他从来不说 他不能站出来勇敢的 所向他那种爱憎分明的去反对博讯 揭发博讯揭发韦石和希诺 他广实在那块演戏那是不行的 就因为这个 我非常尊敬的这位赵岩兄就没跟他见面 昨天我告诉他 我可以给你一部分资料 因为他一直在我要证据 他说你给我30万的证据 我就要开始出面说这件事 我保证给你个公道 我昨天我答应他我给他证据 昨天我和我的法律团队开了会 他们通意在文件在一定的处理上可以给我 同时也问了这个纽约检察官们 还有税务检察官们他们有没有取完证 他们答应了说你们可以在处理后可以公布 所以今天一大早上我在运动之前 就是7点钟的时候我就发给了赵岩先生 我本来说给赵岩先生我说你去公布吧 但你别说是我给你的 后来我想想这个不可以 我这样做人太卑鄙了 既然我敢一说 我为啥我不说呢 我让赵岩先生替我顶着雷不公平 所以我决定还是我来出示这个证据 我希望大家能真正的通过这件事情 看清楚文贵的做事情的路子 也就是办法 我就是一天天的让伯逊和西诺 让大家充分的展示他的悲劣和他的谎言和他的恐惧 还有他背后的老板 大家已经看清楚了 那么我让一次次的让他表演的淋漓尽致丑陋至极 那么他一次次的丧心病狂 但是我已经通过法律手段 他已经背离案了 我说我给任何人打赌 如果谁敢说今天春节前韦石和西诺 还存在在美国没被起诉 没被受法律惩罚 我郭文贵赔你一百万美元 谁敢跟我签约我现在还有效 那么这些证据 我今天我可以出示大家一少部分 他的证据大概这些相当于这些的 大概有几十倍 大家要看到的啊 这个呢 是一个公司给博训提供了 以这个删帖给的删帖费用 这个并且以广告所谓的这个投资给了他钱 这个人家律师做出的公正说明 而且这个律师已经同意和美国的政府进行合作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 这个是汇到他的银行里边的这个汇款单 这是其中一个汇款单 这是72汇款单 72汇款单 72汇款单 原件的这个这个拍照 这个呢 这个是韦时收到钱以后给对方开具的收据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博训啊 博训啊 看得出来 这是博训开的收据 这是博训开的第二个收据 大家看见啊 看不清楚没问题 我会挂到推特里面 我会挂到推特里面 这是开的另外一个收据 大家看见啊 我们画黑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涉及到证据的这个当事人 我们承诺为保护他 就是给画黑了 这是另外一个收据 大家看到了啊 这是他收款的三个账号 这三个账号他收了39万美元 39万美元啊 这个博训收到三铁费和敲诈勒索费 还有一个为其他人写的造谣的费用 大概收到目前我们掌握的 应该是在3000万美元左右 所以博训韦时住了15万美元的一个房子 西诺什么来抓蟑螂 这全都是骗局 大家你们能看一看 这些人的骗子的手段 和情形之恶劣 远远超过那些贪官 他还愈弄于我们海外的 还有国内的这些相信海外自由世界媒体 而且不但愈弄 是强奸了大家的智慧 而且还让大家真的说爱他 这种人远远比那贪官污吏还可怕 而且他真是一脚踩八架呀 我说那些中国的商人小姐都不如 小三都不如 他真的是 他连小姐的小姐的烂人都不如 因为他既拿中国政府的钱 又拿美国自由基金的钱 还拿欧洲自由基金的钱 还去拿这个帮人家写造谣的片子钱 还要拿被造谣的人删帖的费用 这个天下简直是有这样的人 真是我们人类的悲哀呀 这个上天真有佛祖吗 有菩萨吗 如果有这些人怎么能不得恶报呢 还竟然在那每一天生龙活虎的 还控制着媒体和舆论 还有一个叫什么李什么熊啊 李什么东啊 李魏东 李海东的人 还有魏博训 还有咱那块说话 李魏东啊 叫李什么东啊 叫什么大白熊啊 你该站出来说句话了 就你这个龌龊的样 就你这个过去说的话 你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你不是卑鄙啊 不是丑陋啊 你是包庇啊 你是姑息养奸啊 纵容啊 骗了多少人 坑了多少人呢 赵岩先生 我已经提供了证据 我为这些证据的法律责任 我付法律责任 真实性 李魏东 我要告诉你 我为这些证据付法律责任 而且也得到了 美国政府的所有的认证 所以说 我告诉大家 郭文贵干任何事情 都是有证据的 没有证据 郭文贵是绝对不干的 所以 尊敬的推友们 网友们 擦亮我们的眼睛 看到 听到 能摸到 郭文贵的所有爆料的证据和事实 通过我的爆料 我希望能看到多少人丑陋的嘴脸 让这些人不再祸害我们 不再祸害我们海外的人和国内善良的人们 特别是像高瑜女士 我提过很多次 你说那种完全是设计好为了某些人升官 能拿到这个高瑜女士的证据 然后做出证据 然后去偷露人家 然后马上罚到北京 然后这个人升了官 最后把高瑜女士一个这样的女士给弄成那么惨 但是被害的人有多少啊 人家张岳先生被博讯报道了上百次 现在张岳先生已经要马上开始宣判了 有一样是真的吗 人家马建福部长 人家报道人家有一样是真的吗 还有你报道了哪样是真的呢 所以说咱们海外的所有的这些真正的每天 都是以知识分子 那双博士博士碩士教授 你们应该为这个说点话了吧 你们应该为这个真相说话了吧 一个博讯都让你们失去了原则 那未来这个国家要交给你们 又给一个title 给个副总理 给个政治局委员 给个国家主席 那你们还敢说谁呀 你们敢讲啥呀 为什么让我今天我要等到今天呢 我就让大家都表演完 叫李什么东的 你还每天在那块这个一天天在那说话 你对得起媒体人这三个字吗 还有那天接受采访的 大陆的那位朋友 我们是媒体人 你媒体人咋了 你媒体人 那媒体人都是好人哪 媒体人要有多少的像博讯和西诺这样的人哪 像胡舒立这样的人哪 而且是竟然用你们所谓的那个媒体人的身份 就要强令的所有人相信你们 这种强迫的公正性 强迫的必须信任的这种强迫症 不觉得我们是悲哀吗 我们现在身在西方 我们在西方穿着西装 住在人家美国就是有美国的文明和素质了吗 这种事情能发生在美国吗 美国要发生会让你到今天吗 所以文贵的爆料不是那么简单的意义 我们要真正的大家一起看到所有事情的真相 文贵愿意和大家一起找回属于我们的尊严 我们这些人再也不能成为任何人被玩弄的一个工具了 不仅贪官污吏玩弄我们 不仅那些穿着警服坐在那个中南海和政治局椅的人玩弄我们 胡树立博讯韦石西诺还有N个这样的人 不都在玩弄我们吗 如果我们愿意继续被玩弄 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的被人家欺骗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文贵的爆料要让所有人知道 文贵是绝对不会被他们玩弄的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你打我一巴掌 你打我十巴掌 你骗我一万骗我一百万没问题 但是你欺骗我 你欺骗我的自尊 你瞧不起我的智慧 你对我人格进行侮辱 那文贵绝对不愿意 我要和你干到底 本来今天我还想爆料李友的司机 在最近爆料当中 唯一一个欺骗了我就是李友的司机 卖给我206册的卷中 还有这个提出书 他向我泄露了李友的很多很多的信息 但这个人在那种情况下 我还是给了他钱 但他把我给骗了 就唯一骗我又是李友来的人 我真是进了李友门了 总是被骗 这李友跟我也不知道哪辈的渊源 那么这个人呢 叫打铁还须自身硬原来的这个推特 是最早向我出卖国内资料的 现在看看我一开始上推特的时候的事情 都是个笑话 我也在越来越成熟 但这个人呢 我已经采取手段 一定把他给挖出来 他家是北海人 他是李友的弟弟李全的司机 是东晚的那个他们叫什么雅 好像什么博什么雅酒店的那个在那工作 他向我泄露了李友的存的现金 还有那些几十亿的翡翠 还有一些听说存了很多古董 在某些地方 那么这个人拿了我的现金以后呢 就消失了 剩下的资料没给我 这些事情啊 我想说什么呢 我不是说在乎你对我骗着我这个钱 但是你对我这种我的智商和能力 这种挑战和侮辱 那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也不愿意看到我们推特当中 有很多人就被人家愚弄和欺骗 这是真正的可怕的 我们要获得人家的真正的尊重 让自己尊重自己 让自己能真正的享受自己的光明 享受自己的高尚 真心的为自己的高尚而愉悦的话 我们必须要真的是面对这个冷酷的社会 然后看清自己 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让我们这些欲望 欲想或者正在愈弄我们 玩弄我们的人 让他们得到惩罚 只有这样的事情一步一步做好了 我们才有资格来谈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我现在谈中国的问题 我都觉得真不配 我有何能何得呀 我凭什么呀 所以说我连眼前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怎么能去面对所谓的 一个不可想象的未来 那不是理想化了 那就幻想 那既害别人也害自己 文贵不会那么做的 我永远信奉的事情 行动一小步大于你讲一亿步 这就是我的规则 不能做的事完全它就不存在 也没任何意义 我能做到的事情 可能是百分之一是对的 但是我必须要从做开始 执行力是一切的关键 否则就是欺骗 这就是文贵 我在这里发自肺腑的 我讲出我所有的心里话 包括这个人说我什么江派 庆红派 我再次说 如果有一天推友发现 我有背后任何组织 任何政治人物 和我这个爆料有关系的话 郭文贵 我愿意我一切来向上天发誓 我不得好死 得最大的报应 而且 这些人怎么能看起我这种草根呢 特别我这种个性的人 又不会拍马 又不会低头 也不会鞠躬 更不会给他们钱 很多人喜欢我这个人 但是不愿意给我打交道 原因就是我个性 人家接受不了 我真的不能像哈巴尔狗 像太监一样 见到领导就在拖着手 然后这样弯着腰 然后在胡了 插着鞋 我看过无数的政治局委员 见过某个领导 一个纪委的一个副书记 竟然帮助寄鞋带 还是我原来说过 纪委的一个处长 能让一个政法委书记 扑登跪在地上 垫上那个口巾 八八八九个头 磕头到地上 蹦蹦响 那不是一回啊 恩赐啊 文贵永远做不到 我只能为家人为朋友 为我尊敬人能做到 那我做不到 这些人怎么会喜欢我 怎么会信任我呢 所以说 从我过去的所谓背景论 政治什么什么阴谋论 到文贵的这个证据不可信 到文贵没文化 没文凭 这一系列的攻击 一系列的 但这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帮助 因为事实 宗徽是事实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这就为什么我要用一件一件的事 来向大家证明 我爆料都是真的 而且到目前我举了那么多证 没有一个人敢说是假的 胡叔立敢说过 他写的微信是假的吗 胡叔立敢说那个账号 去鸭店的账号是假的吗 胡叔立我举证那些事情是假的吗 他跟李友的事情那是假的吗 他把李友给吃药吃多了 弄医院去了 吃海口玩是假的吗 北大这个骗我的捐十个亿 是假的吗 李友给我要求这个 说那个背后的股东那些是假的吗 我都提供证据了 博讯这说的是假的吗 我说的那所有证据哪个是假的 谁能举证一个 文贵在这等着呢 起诉我 咱们可以面对在媒体上讲话 咱可以接受任何当事人和我在法庭和第三方媒体 咱们可以对话 没有这个情况下 我希望大家不要妄语 我看到大陆的两个学者瞪着眼说 真的假的呀 不可信 天哪 你这种文贵真的是 我真容不下这种人 就这些人我早晚一天我非得跟你算账不行 因为你这个说话太不负责任了 你强迫所有的人来相信你那种 完全说打着什么教授 还是什么媒体人的那种身份的 那种让大家强迫相信的那种情况 这骗人哪 很多孩子是看不清说不明白真相的 就被你们给欺骗了 最大的悲哀呀 人被人家给愈弄 被人家愈弄 这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上假医药 这个这个假感情 假汽车 假食品 假存款 假政治 假口号 什么都假呀 就是老百姓太老实了 愈弄的人一次一次的愈弄啊 一次一次的骗呢 因为啥呀 老百姓太善良了 我就是让老百姓知道 你们相信文贵 我一定为此负责任 你们要相信很多像明镜这样的媒体 因为他们会负责任 他们有良心 没有利益诉求 你不要相信博讯 不要相信胡舒立 也不要相信其他那些无良知的媒体 他们是有利益的 是被人操作的 这就是文贵其中之一最重要的爆料的价值 这为啥我说要给三年呢 现在大家一定不要太早跟文贵下结论 三年文贵会追求着 会继续努力着 不惜代价地来实现我说的那几个 对国家 对社会 对大家都好的 那个目标还有理想 文贵不会在乎任何人对我的评价 我也不会在乎任何人对我的攻击 文贵走过的路 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从来也没有把别人怎么说当回事儿 否则我早到不了今天了 未来的路还很长 文贵的这个每天报平安的视频 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 特别是我知道 也看到了在海外的YouTube上 我播出每一集都十几万的订阅量 然后的转发量迅速都是一亿五千万到一亿八千万 而且特别五月六号那个 大概有五个多亿被转到了大陆去 所以呢 我相信大家会通过我说的话 和我的真实行动 和我出事的资料 能辨别事实 我相信人民的眼睛 我不会相信 像他们一样认为人民是可欺的 人民是可骗的 这就是文贵 这就是文贵为什么愿意坐在这里 在没有任何追求名、权利 还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 我讲出我的经历和真相 我认为这才是纯粹的 我给了很多人发信息 任何一个海外人士和组织 只要对权利、对利益、对名义 有任何诉求都不可理喻 因为那都是你的一种带有利益的 带有目标的一种诉求 不应该是把别人绑到你站车上 郭文贵的所有事情 对名、利益、权利没有任何要求 我的家人、我的员工保钱保命保财 我不做这事情 我家人他也杀不了 我的命他也杀不了 我的钱他一分他也拿不走 除了我该给之外 恰恰相反 我这样做了 就是因为我的家人、员工财富受到了伤害 我不希望更多人像我一样受到伤害 那么我就必须这么做 而且我这么做 更可能的是伤害了我的财富、家人、员工 更不可能说对我报仇有利了 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真正的是希望通过文贵的爆料 推动时代的进步 通过我的爆料能报答我的父母的养育之恩 通过我的爆料体现我的人生价值 这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推友们、朋友们 你们的关注是文贵最大的力量 我在乎的是你们的关注和你们的想法 我希望三年的时候 您能来给我一个评价 这才是重要的 我昨天在谈全球发布会的时候 很多人都兴奋莫名 各种人都现在已经是摩拳察长 这就是人类的本能和人类的正义 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是对全世界是有益的 说到这我要讲很多推友说 想参加全球发布会 希望你们不要再发私信问我 我未来会公告 因为不可能让谁都来 一定是跟我们爆料的人和事有关系的 比如说易租宝、范雅、卢州事件、雷洋事件 这些事情有关的人、有证据的人 经过核实上来 再一个就是媒体 包括我们这个推友当中 我们会选一部分 你们不要毛髓自荐 因为这个选一部分的权力 又不是我 是这个团队、法律团队和安保团队 未来我们在把能参加会的标准和发出以后 你们觉得是复合条件的 你们直接和我们大会的联系 希望大家要清楚 所有的这些主持者都是外国人 只有几个中国的翻译 你们也可以用中文 也可以用英文 未来会有一个专门的网站 未来会有专门的会议联系的方式 都会公布 咱们大家等着这个消息 就别再问了 不浪费推友们的时间 今天的文贵报平安视频 就到此为止 这个 我的小狗呢 本来我抱小狗来看一看 就到此为止 我已经是从昨天中午 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呢 这个最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累 但我特别特别的兴奋 希望所有的推友们 你们身体健康 你们开开心心 你们的健康开心 对文贵很重要 上天佛祖保佑你们 谢谢 非常感谢